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来自中国的范婷玉九段 另外还有来自日本棋院的张徐九段 这两位棋手相信广大棋迷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范婷玉九段在最近的竞技状态不错 尤其是在我们自己进行的阿含同山杯中国围棋会计赛当中 他在第三次进入决赛的情况下终于夺得了冠军 也是圆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梦 张徐九段在过去曾经是日本的围棋第一人 在今年也是表现出了状态回勇 在此之前他曾经四次代表日本棋院来参加本项赛事的中日对抗 但是前四次全都失利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张徐九段能不能在阳城来圆梦 今天担任大盘讲解的是华一刚老师和徐英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登场 好各位现场以及电池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和华一刚老师再一次为大家进行阿含同山杯的讲解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才红先生言简意干把话都说清楚了 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直播 是 都交代的特别清晰 没错 那么我们就期待两位棋手表现出好的水平 没错 那么熟悉我们中央电视台围棋直播的旗友可能都知道 就是这几年我们都加了一个新的环节 就是由人工智能和我们一起来进行讲解 这样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给我们摆出的变化图 没错 是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国家少年队的教练 黄一忠担任我们人工智能的助手 大家好 我是黄一忠 今天我担任人工智能助手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决议对本局期的见解和分析 华老师啊 这个每一次我们阿涵同山这个比赛都是特别紧凑 完全是同步进行的 没错 那在咱们广州华语酒店的这个直播现场 我们旁边呢 就是这个对局室 那今天两位就是刚才我们洪老师介绍的范婷玉和张徐 包括我们今天的裁判长王若南老师都已经在那边就坐了 现在就让大家跟着镜头到对局室 现在请两位先手猜猜 我们通过电视画面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个围棋比赛猜子的这个形式是怎么进行的 张徐呢握纸 因为他呢段位相同 但是他呢年长 所以他握白纸 现在呢 参庭玉就开始拆着了拆先 他就拿了一颗黑纸放在上面 表示如果你拿的数字是基数 那么我之黑 没错 所以呢各位围棋爱好者 如果还不会拆纸的话 就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的直播了解到 嗯 好 那么刚才两位呢 在王若南老师宣布了比赛开始以后呢 一个是猜子 一个是大家看到是互相鞠躬制意 表示我们现在比赛可以开始了 对我们的维持比赛啊 还是要讲文化 是的 好 他下心 好 白的下一颗心 是 我们看到呢 在王若南老师坐的这个位置的两边啊 各有一个十 数字十 那这也是咱们电视快骑赛的一个规则 对 就是每方会有十次一分钟的这个机会 然后一旦用完以后 那就是三十秒一步了 我们看到 张许是指白旗 范婷玉我们的人称 有人叫他范老板 有人叫他范大将军 这一看呢 就是派头很大啊 华老师 范婷玉 范婷玉呢 好 大家看到 这个是范婷玉卓子的状态啊 白旗二连星对黑旗的错小木 对错小木呢 他守在二间 是的 高手 一看到这个手啊 华老师 我就老师想起来吴清远老师 嗯 因为当年呢就觉得那个时候吴老师健在的时候啊 当时他设计的这个21世纪的围棋 没错 那无论是手脚还是挂脚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左上角的这个二间啊 都是当时他特别主张的 对 强烈的主张 没错 所以我常常在跟大家介绍到就现在的人工智能啊 总是说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吴清元老师 因为在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下的旗的时候 嗯 立马就觉得啊吴清元老师的影子来了 嗯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许 嗯 张许呢是出生于1980年 嗯 哇 他好像马上就要奔四十去了 那还真实 对呀 那坐在他对面的范婷玉 比他整整小了十六岁 嗯 对 现在呢我们来看呢 他呢走了一个高车 好像现在是特流行的一种下法 嗯 还有个 嗯 我跟华老师 华老师带着我讲期已经有说起来二十五年了 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变化啊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啊 现在我们讲的是我们两个对这个局面的一个理解 嗯 但是现在呢特别好就如果当我们觉得这个哎这个局面我们现在真的搞不清的时候我们立马就可以请黄亦中来给我们把人工智能的变化给展示出来嗯 啊 肩顶 挂脚的肩顶 哎呦你看这一招棋花老师您看这一招棋啊 对以前是不下的这这绝对我以前要下您肯定要批评我对对对对是吧 对 但是一样啊我下了你也要批评 你看花老师您会下棋吗谁教的对啊好我们看到他肩顶了挺起来之后嗯看看张许下一首是跳呢还是小飞啊跳了嗯 跳了跳了看范婷玉下一艘走在哪里这个地方要看他们的呃具体的选择了啊嗯 嗯呃这个说起来啊张许不仅年龄比范婷玉大16岁啊嗯其实呢他当年在这个就是全盛时期应该是 嗯应该2000年左右吧他好像把日本所有的冠军都拿都拿了我们管这个叫大满贯啊 张许的全盛年代嗯是2010年哦我说早了10年说早了10年是10年10年的时候呢他竟然奇迹般 的获得了呃骑胜嗯明人本音坊时段嗯天员天员呃小骑胜小骑胜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我一下子没想起来啊我也想华老师对这个肯定最熟悉啊 哎因为华老师前一段时间这个专门进行了呃世界各大围棋赛事的回顾啊啊是吧有点不好意思啊啊就是我在我的专注叫骑赛员当中呢 嗯我说了两个嗯两个人一个是赵志勋啊另外一个呢是景山玉太哦他们呢曾经得过全罐王哎华老师我跟您说打断您一下啊您看我们现在电视下方的屏幕上对把日本的七大罐啪啪啪全展示出来了哇这点我们要感谢编导啊啊对真的是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没错啊对所以方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更好的了解这个日本的悲赛嗯头衔站应该是嗯应该说呢他低差低差他也是教科书的走法 不是他有他的讲究哦他高差之后啊嗯范提玉自己老得意的下在这这一走就是如果你要走这个我就给你啪啪啪跑出来他当场就来掏你哦嗯但是现在这个低的结果低的结果呢人家就从上边来压制你了 就是你走的低我就从上边压缩你哎你走的高我就从底掏了你没错哎这个有点现在追求高效率已经到了你的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是吗范提玉呢是一个少年老就是说出道比较早他呢是获得了嗯嗯英识杯的冠军第七届哎他的年龄啊嗯嗯 年龄之右呢是全世界第二我记得他好像得英识杯世界冠军的时候是不到17岁哎是吧他获得冠军的时候呢比李昌浩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你就是说晚了一个多月而已其实我听说呀是因为那比赛办得晚啊要早点他就破了那记录了那完全可能哎好的我们随着电视的画面看到啊现在他们是打吃 打吃长那么这时候看范提玉下一走到底走什么哎他三路打是正常的哎华老师当他打这个的时候如果白旗反打是不是可以把呃上面那个四路那颗子给蒸掉呢呃是可以蒸掉嗯没有问题嗯但是这个前提呢嗯就在于这个蒸的之前啊能不能二路打着一下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事情哦那这样 我觉得咱们不是有人工智能助手吗没错那咱们得请教一下随时请教是吧对嗯嗯那么我们就要待会儿有有劳咱们黄教练黄大教头对把这个变化给咱们摆一摆如果是到底形成什么结果如果是三路断打他提掉这个时候呢到底是二路打吃呢还是直接蒸掉呢我们听一下这个意见好我们现在有请 黄义忠把人工智能的变化图给我们展示一下嗯哦就是打吃到二路一定要打哦就是说嗯如果是这个白旗断打的话呢然后黑旗肯定要提然后现在呢白旗如果打吃的话呢黑旗是肯定不能接住的现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推荐呢应该是在三路打吃打结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这个这样打白旗提然后黑旗点这个是该这时候呢白旗不能白旗不能硬结了因为白旗是硬结的话呢白四被黑旗提过来呢这样是可能没有结材了现在白旗断打最后呢形成一个这样的转换这样的转换呢人工智现在人工智能给出的胜率是白旗49.8那这样说的话呢就是说白旗亏了 就是说也就是说呢人工智能呢对这个三路打并不推荐嗯就是说可能黑旗提的时候呢白旗可能还是真吃更好一点好的非常感谢那个黄义忠给我们做的介绍哎按照刚才的介绍是说呢打完提嗯我们以前下提的感觉华老师我觉得这招提不打就不要下围棋了那是是吧对不对 可是现在人家说了这招打人家一定不会接你不会如愿以偿的对啊那你就也打不着对反打关键是呢黑旗认为他有劫财点在这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被穿了整个的结果呢啊刚才给出的结果是黑旗满意啊黑旗满意所以刚才黄义忠说啊如果这样的话要直接争调是比较合适的可能是吧比较中庸一点比较中庸的但是 就是说实在的如果是咱们下棋的时候嗯我觉得这种心情对于白旗来说相当不满意啊就是说你现在不打呢对就是越加是永远打不着没错这就是围棋的棋里是的啊那么实战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嗯白旗就是打上去了对了嗯啊白旗是先在这儿那这个是为了寻找就是留有劫财呃活脚的机会 啊看你怎么硬对我再怎么下对是吧因为完全譬如说打了被他两个字提通以后再碰明显不一样肯定人家要强吃你了要强吃那 好交换完之后然后白旗再打还是打上来了对这个时候呢黑旗啪一碰我想有一定旗力的旗友对这招旗应该都明白什么意思嗯他在引针对一个引针也有一个呢有可能有一种造劫财的意思 哦对吧这个地方万一走着走着劫财变成大了嘛价值增大了哎其实和这手棋意思有点像哈你敢动劲我说不定给你断上去了对没有可能就出了各种各样的劫财有可能的对所以他碰一下那他走这个他的力他老师从心情上来说是不是这两手棋有被黑旗便宜的心情嗯不一定不见得哦那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可能特别想 不是搬在这你就这个局部而言我本来是拆三啊结果你在这尖冲我一下我要不要压起来我力要拆三我不很好吗所以看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哈对啊啊你想想开对不对修要想不开对下围起有的时候想想开哎也海阔天空我跟您说啊刚才一说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谁了呢我突然想起日本当年有一个超一流高手叫小林光一对 他那个时候下棋的时候最喜欢跟旁边的裁判对随时把对局棋谱要过来对倒过来看对就是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来看看这棋盘到底怎么回事对没错这是他他当年的他的特征是但是呢小林光一的这个特征呢现在呢他也不用了哦你看现在的小林光一再下棋啊他也不用了然后呢他的胜率呢嗯也不像以前全盛时期那么好了嗯 可见呢这个事情到底跟他的有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啊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有一个联系就是现在坐在棋盘前的张许是小林光一的女婿啊这有关系啊你关键的是要引出这个来对对好的二子头必板结果他范大将军说你敢搬我就要断对啊二子头继续板对这个地方两个子都贴紧的地方 那二路搬呢是要紧的是这个地方的时候黑的这招棋很值得讲究因为你要是搬那我就接上白棋很高兴他就接上了这个棋啊你看厚了没错这个街跟这个拆衫他的联络根本断不开没错你飞下去永远人家可以二路拖回去对然后呢他呢搬的时候他就跳好他呢长起 范大将军这个骑行绝对都是典范啊典范是吧典范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来说你不要光以为这个地方啊永远要打次的就是左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对没解决啊因为你走着走着注意了我们开头不是说这样的地方要黑棋要打上去的吗华老师您话音未落张许就说了这问题确实要解决赶紧把截提了吧 我怕您打上去啊为什么要提截不是怕打上去他怕接上啊因为争执已经黑棋永远了没有争执了你我干嘛还要打你啊所以白棋大家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赶紧提了对赶紧提赶紧提然后这个范婷玉的棋呢就是把这个截啊开始既不开截也不粘截这个呢将成为显然将成为本局续盘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看点没错 大家听听了啊既不粘截也不开截是不过华老师我刚才在一边听了您说话我一边看了电视画面我突然特别惊讶的一个棋型就是我们看到黑棋长上面那个很显然这个棋型黑棋白棋很薄对没错然后跑到二路拖一个怎么那么奇怪的形状普通的形状啊可能是食品回来吧一般是要补一个的是很可能这种补呢那就 平庸了但因为那二路拖也好奇怪的一步棋啊二路拖的意思是什么呢很清楚它还要占你便宜不是我们先做一铺垫就是我们先听完华老师说但是待会儿我一定想听听人工智能对这步棋的评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等一会儿呢可以可以听一下人工智能的意见啊对对对现在人工智能呢对我们讲棋的人 来说造成两个两点是一点呢你已经刚才说过了你觉得很轻松对不对对你也不要拿主意了你觉得由人工智能帮你拿主意由他来帮你判断不是有时候我还想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一拿不清弄不稳的时候咱们就听领大的这就是要说到第二点了由于有了人工智能大家都相信人工智能你有没有想到咱们现在站着上面 被讲棋的活人他的权威性受到了无情的亏惨你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不是咱们这样让他挑战咱们一下看看他说的和咱们想的一样不一样啊霍老师好的我们有请黄义舟好大家好这个人工智能呢其实这个拖的首选呢并不是 应该是白旗他的第一选是跳在这个三路还是普普通通硬一个那样的话呢白旗的胜率是52%但是呢现在呢实战这个白旗拖以后呢人工智能呢觉得黑旗只要普普通通退一个 然后呢再提节将形成最强的变化他认为是下层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他觉得白旗只有白旗只有47%了所以人工智能呢觉得这一拖呢并不一定便宜 可能还是最普普通通在这个在这个点上思路十一位这个地方跳一个比较好白旗二路 好了哎呀我觉得我刚才听到这个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以前呢老有人说华老师你在台上那老师自己就说自己的在那有本事去下去啊 对结果咱刚才一看到人工智能说了这棋本手就应该在这补一个对那谁说华老师不能上去下的 对推荐我上去比赛不是你看看到没讲题的水平就是这么高的嘛开玩笑 现在他呢脱了这个但是人工智能呢不以为然对这招但是毕竟我刚才没有讲出来他告诉你就应该退 反正你这毛病在这存着呢你被人家一飞下去受不了你还得补啊他认为呢就是不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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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呢小贩的想法呢跟他不一致他心想呢你这里弄出这么多结材了那我可要提了我还要保留各种变化对是吧 对他他现在要提了他呢搬上来这招其实先手因为要吃通点是所以他要你看看着骑行不好看好像一个弯三啊对但是很有效 现在他呢也不能补在别的地方了他又要弄这边又要弄这边所以他补在这 当然了这个地方尽管有挖有断但黑旗也不敢轻易的去出手 好现在范婷玉决定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呢你白旗似乎有点得逞的意思 你到处都捞空这地方又要活脚这地方又要捞木咱来点狠的 不是他就终于要接上了他也弄点实惠的 对反正大家看到这个争子肯定是黑旗有力对他明显争子有力了他也要争那就跑呗那不长不下下就是啊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呀那个其实如果在比赛之前哈 对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认为今天这个比赛这个范婷玉的胜率是远远的高于张许的 嗯可能很多人这么认为吧是啊因为毕竟你都快40岁了现在年龄的这个劣势很明显的摆在这 差16岁可不是吗然后呢现在年轻起手对这个人工智能的理解呀 接受啊好像似乎更认同更强这个能力啊再加上客观上张许确实现在的状态那可是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嗯嗯嗯现在呢我已经虽然没提问题但是呢我已经看到黄毅忠呢给我们把人工智能啊在这个时候的意见我已经看见了他说要走起来的话他好像是走这个的哦这个哎他是走在这儿然后 然后呢黑棋也是查然后呢他在街上哦就如果这样的话就还挺满意的是吗嗯然后呢接着呢黑棋又来点脚好了就像这种招啊各位棋友嗯我觉得像这种招如果不是今天有人工智能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 启示的话对我相信啊如果按照之前咱们人类起手的一些想法不会这么早就跑来可能不敢想对猛的就跑到这儿来掏来了没错是吧以前我们想的更多的是不是这种招啊是不是这样的招啊对好像更多一点比如点三三 现在呢我们呢看到张许呢没有按照人工智能的想法他呢靠在这个地方了他认为这个是你要是敢走这个的话是不是我就继续你觉得这个地方咱们要不要听听人工智能的意见啊就这招去到底怎么样是吧不是他靠在这里第一他的意图究竟何在嗯第二他的善恶究竟如何啊 哦好对不对现在这助手真好我们还是把黄义忠请出来吧对好好的好好我们请黄义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么回事好的现在人工智能呢对这个靠呢也是他的第三个选择他的其实主要意图呢就是引针就黑棋如果正常想在这边搬的话呢这地方白棋断这时候呢白棋就黑棋就不能再吃了吃的话因为这就 就被蒸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黑棋呢正常正常呢是只能长白棋白棋断的时候呢黑棋只能长然后白棋再接住这样的话呢这个靠呢就获得了成功所以说呢这个人工智能呢这时候呢他并不他并不推荐这个搬他的他的推荐还是单长这样呢白棋搬住的话呢这样将来呢这样黑棋 留有这个袋的这个打结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呢觉得黑棋是靠的时候不能再硬了好的谢谢好的那人工智能他刚才给出的变化和实战是完全一样的嗯好他当然只有长是要不然这个地方被蒸掉不得了是然后一般不过话说话老师以后一旦黑棋要是把这个结 在结在结材有利的情况下把它引爆的话那有点恐怖恐怖啊这个嗯确实好像有点有点炸弹的对感觉是吧定时炸弹对没错的然后呢呃范婷玉拦住拦住这个嗯啊如果拦住这个话老师以前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骑行我们特别常使用的一个招法呢比如说一个是小猴子脸来一个嗯啊 如果再想大一点的就是跳在这这是特别常用的嗯啊但是实战我看到白棋他并没有下这个白棋实战呢还是选择的加嗯如果您下您您会挽回手吗呃我觉得现在人家这么厚了我觉得手在这里可能小猴子脸更踏实我觉得比较踏实不然走这个以后比如说什么人家点你一个呀对试一下你的硬手啊你还挺不舒服他中间的厚薄也不一样是然后这个两招棋呢 嗯都比这个来得强这个以后的味道特别坏这个里边的脚啊非常不干净是是还没有没有走干净所以大家就学习啊小猴子脸是最踏实对最安全的这个呢其实也还算踏实但是略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最不可取的对是这不起这个立在这里呢是不太安全是的是的就是由于来不及细细展开了 就是告诉大家结论吧这个并不安全的啊是的当年中国六十年代的时候跟日本的前辈棋手下棋很多人是这样立的哦结果还被人家姗姗点进来那是苦头吃足对我今天我想了学棋真的是这招棋都有棋谱为证嗯所以这个棋呢不推荐是现在呢来看当你走这个的时候他他不补他还要加注那么这招棋呢反映了张徐积极的这么一个棋风 对而且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呢洪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嗯在前二十届的阿韩童山比赛当中呢嗯啊张徐其实出场了四次嗯但是他我印象当中他是被鼓励啊杀掉两盘两次两次然后还有还有谁来着好像是刘兴刘兴连续他等于连续输两个人一共四盘棋对然后呢现在呢当你走这个的时候范婷玉 大飞在这儿哎华老师像这招棋其实我觉得以前也挺少见的嗯过去呢是这个对似乎多一些对啊现在走这个那么走这个很显然就是白棋肯定不能把它拦住没错那他对这个明显断点很多是这里还控制三三而且异常是不是他呃要冲一下然后往里扫啊对基本上那两个断点基本上这形状有点崩了这个扎肯定不行是 所以不能下嗯不能下然后呢他直接缩回三三还有一种人的下方呢这个他是走在这儿他心想你长我就搬住你退我就挡住但人家要直接点呢那我就不会了那咱咱就说投降了对就投降这个形状确实非常难受大家看到没错所以呢他直接点尖在三三上但是华老师总觉得这招棋是不是有点委屈啊这个白棋然后对于范婷玉来说呢 他认为呢嗯这个区两个纸先手放在这里啊已经叫你吃不掉了哦你吃也吃不掉你要是盖住我我一尝对简单的要活掉哦他不怕你了所以他一看呢决定因为这个地方啊如果被他再补一手在这空还唠叨不少是所以不走了点脚我一看这点三三刚才看半天还响呢他们俩怎么不点三三啊对 感觉现在好像90%以上的棋谱都是点三三走了心味不点三三是好像就有什么犯什么错误似的啊就是现在就这种感觉哎真的是但是呢我就听见聂伟平老师呢嗯看到人家心味的时候一直接三三一点嗯这个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就皱眉头了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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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没法看这不叫围棋不叫围棋也好聂老师认为不是围棋但是别的人都在 下你怎么办呢而且我发现这个有一定年龄的人对这个点三三其实都有点抵触对是吧有点怎么说法呢呃呃大家都静相模仿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啊造成大量的棋谱嗯大量的棋风嗯叫什么同质化没错就是都一样了千篇一律你觉得好玩吗您见过一盘棋职业顶尖高手下的四个脚摆出四个一模一样 一样的定势您见过吧对了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的出现哦你只要有心味我就点脚没错你走了四个心两个人黑棋下两个心白棋下两个心结果点脚好点四个没错还点成一模一样的观念你说这个棋呢咱们也不好说他这是说不许他这么下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从趣味上来说呢是确实有点怪没错呃我觉得一直在从20年21年前开始关注咱们 啊阿含童山杯比赛的棋友呢我觉得如果一直关注下来呢当然是一个很资深的棋迷了对然后我想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回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嗯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嗯然后呢我觉得每次阿含童山杯我们都特别感慨嗯哇我们都是几十年的在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嗯而且所有的人嗯我想除了这个赞助人 创办人嗯嗯同山进雄老先生嗯嗯哎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呢其实依然把这个比赛当成我们大家一个聚会的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呃远到从日本阿含宗来的何田上子女士松本辉成先生还有呃这个中国事务局局长史学军先生我们中国国际好联络会的副会长新奇副会长都为我们这次 这个比赛比赛是来捧场没错嗯他们没有他们的一贯的长期的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个比赛呢也不可能这样然后呢现在要我要给你换个话题了嗯到现在为止啊呃阿含童山杯中日围棋快骑冠军队康赛不是下了二十届了是不是啊就是说呃经常呢我们二十啊把它当成一个哎一种数二十岁等于是个成人了 呃对啊我有一点这个想法啊我们这二十一啊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比赛啊就像是第一届一样是我们是一个今年是个一岁的孩子又一个新的轮回对了又重新开始了嘛你你你不能老是那个老样子啊所以啊现在今年的比赛你看就有了新意啊对这个棋天古如同局为棋但是就算类似的好像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没错对 然后呢啊然后呢章时呢尖封住对他冲冲搬头然后接下来的活棋的方式我想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嗯就是从这儿拖一个对哎这太奇怪了花老师对以往我们一看到这招立马先摇头说这就绝对不行的绝不可能的情况对啊因为人家这不是明摆着是先手吗双轿吃了嗯 他来一个将计就绝这个张许呢嗯是一个看上去啊白白净净非常清秀的帅哥对但是他作为棋风可就不是那么修悍对了所以人不可貌相就跟他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人家说棋如棋人有时候还是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现在呢他走了之后他一看 他要获得实力他爬进来了我的天哪张许对空的这个把握能力是极强这很像他的岳父小林光一嘛对有点是吧小林光一当年最有名的就是他他恨空啊对他对空把得特别老没错好我们看看双轿吃之后双轿吃他一当然要尝这个然后呢你看多灵活呀提掉一般 这个时候黑棋的下一手特别重要是一定要走千万不能放过各位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你要是棋呀厉害嗯你想惩治对手嗯怎么样告诉大家一个诀窍他提过你的地方嗯你就要本事把他打回去叫他接住嗯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如果你不走我白净立马第一时间就赶紧 你抢这一点是不是对了如果像这种地方我能把你打回去刚刚提了我嗯我叫你提我我的指示随便你能提的吗我叫你给我接回去所以这种地方这就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地方呢反过来我们要注意什么了不能被人打对了凡是可能被人家打了要被迫接回去的嗯各位棋友您得竭力避免这是基本功啊没错记住我这句话你们绝对不会吃亏 啊一定是有好处的是的就这种地方天塌下来了家里着火了也得走这边别的地方都不能走是的那像这种地方我们看到其实如果被黑棋凌空提起过去我们说也是巨大无比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获得底下的地你必须上面输出而接下来其实这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劫财对了待会儿是不是叫引爆了那随便这个接受得了吧我二路段 这个节才七八个所以白棋把上面补但这上面怎么补我想最简单或者说最干净的一步应该是在这儿对然后呢实战它是补在这儿张许的就是说一种顽强的嗯张许有的时候的这个棋风啊真的是不如其人不如其人对它的棋风已经超过顽强已经有这地方到了倔强的地步倔强所以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有它的这个倔强 对那它在今天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日本的阿寒同山杯比赛当中战胜那个日本年轻的新秀叫枝野虎丸对然后获得这个资格嗯它呢2010年的时候获得了七冠王是当时很厉害结果呢没过几年到2013年的时候随着景山玉泰的崛起它马上变成什么时候无冠王了吧无冠王 无冕之王是你看看也厉害啊无冕它只要是王也厉害也厉害没错对不对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就是说明啊日本围棋界呢它内部它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是的不过话这个说到这儿啊华老师我再多一句啊我觉得我还是要把它这个家族啊跟各位其友介绍一下那很多喜欢围棋的可能真的了解但是不喜欢围棋或者说不太熟悉围棋的人你真的不一定知道他这个家族有多厉害 首先刚才我们介绍她是小林光一的女婿那她的夫人是日本曾经的女子第一人嗯这个小林全美而小林全美的妈妈是谁啊就小林光一的夫人又是谁呢叫木骨离子结婚以后叫小林离子嗯一说到木骨我想各位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人嗯叫木骨石木骨石当年可是和吴清源同一时代的嗯 两大顶尖高手那他们两个共同嗯创造出了围棋的黑布局和白布局时代嗯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你走在这儿我当然要断你对啊所以这个事呢真的是各有利弊你看走在这儿本来是一手棋把棋补干净对但是呢他又想着将来从那边把那个子淘掉但是他为了追出效率对但是这儿被别人一断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舒服了白的可以说这一手棋啊是必须的 他只有打在这儿对如果走别的呢这地方肯定很显然一打一走对人家一搬就行了已经要出毛病其实对对立马就出毛病走什么都可以了走什么都行对对对所以他必须得打吃啊他断的时候他打吃打吃打吃之后造成一个问题啊如果需要的话黑棋结材够的话还可以从这儿从这缝里打出去对然后你如果打不赢你再走这个的时候 他是不是先上面来一巴掌对这个上面来或者呢就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删着也厉害啊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白棋虽然这儿便宜了但上面其实是有欠缺的嗯所以呢这个棋下的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啊然后黑棋当他走这个的时候黑棋呢暂时又不走了黑棋走这个他从这里呀非常好的好棋巨大因为就局部而言嗯要是什么节都没有嗯 那么我们不如说白棋啊很可能应该搬住的哦他要都要成功啊但是大家很明显的看到就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各种的节材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节库对嗯那个绝对受不了所以他这个也是为了减少节材而且还有一条他也不敢走在这儿那别人走在这儿首先他在压对压完之后最后拿这个当节材没错也不是很恶心吗是 所以说呢张许呢棋呢棋还是很合理的他把它拐掉一手机走干净拐掉嗯这个地方呢就不走了但是不走呢黑棋压了一个叫你走在这儿便宜了哎黑棋也没脾气是哎这回呢他觉得呢就不用走了把这个搬起来这个明显是大搬头嘛然后呢他是爬嗯虎我们刚刚以为他是不是要二路搬过的时候 突然突然突然发现啊红乎自至不在这儿他觉得这个将来被打出去还是威力太大对了威力太大所以他补了一个他还要不是对啊他补了一个对他补但是华老师这个补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觉得啊白棋在这个地方花的手术实在太多了呃但是他他看清了嗯 哎这个棋我想他他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不要听听人工智能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意见没错对啊因为呃我觉得进入了一个其实胜负很重要的嗯这么一个局面嗯状态是吧嗯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有请黄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嗯好的大家好因为之前呢张许呢这首棋呢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个 白棋阿鲁这个湖好像是是有一些的疑议他觉得呢还是应该还是应该在接住还是应该接着补后来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多花了一首棋应该还是接住补一个在这个地方现在呢这个这个白棋的胜率呢急剧下降本来呢大概开始的时候呢范婷是在那些上风稍赚上风现在呢这个白棋的胜率呢急剧下降本来呢大概开始的时候呢范婷是在那些上风稍赚上风 现在呢下完这个白棋虎以后呢现在呢胜率呢降到呢10%以下了因为在这地方后来呢被黑棋断以后呢这地方还留一个结所以呢后面可能又多花了一首棋所以现在的白棋的形式是不是很乐观哦看来这个虎啊就是有问题的嗯啊刚才黄义忠介绍就是应该直接接在这儿的然后呢他呢看起来就直接提掉因为这个威力太大了提掉之后呢黑的决定 把脚吃掉的时候他这边再掏出来啊所以这手棋和这手棋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待会儿要搬过去嗯他又掏出来了小尖肯定不能让他过去对他再掏啊厚了以后就可以随便的横称直撞对他完全提厚了黑棋呢一看什么也不走了他就走大的这手棋本身还是大就是我走木而且这一旦下来的话这一串刚才看了像后续的棋对还没活 尤其是这个二子头脑袋被搬起来以后对嗯还有一条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当它虎下来的时候你注意啊还有什么手段你是很想是拐一下这里还点点啊结果又生事了但是问题在这儿当你一走这里的时候这个景气的问题出现了各位旗友你只好从这儿吃那这个断点不就出来了这个地方断点就出来了嗯 旁边那个黑子你以为他是白白的长在那儿的吗又用上了对不对对啊所以我想各位呢通过今天这盘棋哈嗯因为张许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年长嘛对他这个驰骋棋谈那么多年对我们介绍多一点那大家就可以通过今天这盘棋更好地了解对世界冠军这个范婷玉对那他其实呢也是头一次代表中国下这个中日的对抗对 华老师你知道吗他之前啊中国的比赛他曾经三次进入这个冠亚军决战前两次都输了这一次第三次才把陀家吸引了对获得了这次的资格嗯现在呢他这一头也跳着了这一头也搬上了这一头到了被人家拔光了是哎呃白的搬他连搬这种棋老是感觉啊就是被人家一连搬呢黑棋好像力量特别大 白棋不太自在对他走这个这个地方是好奇再打哎要不然打不着啊因为这个双吃的话转换不成比例好像你你要吃两个我就吃一个对这个一个子比两个子大但是对于黑棋来说啊我就顺势长我很自然的就把右边的空给围住了对了效率岂不是很高他补上啊往前贴贴他长再往前贴他这个再贴呢似乎还是不能被 对明显还是有必要因为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拐住头将来有没有这样的手段完全可能这个地方很不爽大家看到你搬我虽然不可以挖但是我有断啊对这个很麻烦嗯这个一抱吃的话这头先打上面再来一下你为了防他下去你可能只有冷耐接上他对再一拍很讨厌我们说两巴掌给山晕了已经所以这一招期呢是 虽然看起来是栗三拆二但是该走咱还得走没错嗯好我想白棋白棋现在在长烤啊脱了这个白棋非常积极脱了之后呢往里边还要断好这也是一个现在常用的一个手段范廷呢下的是中围厚了他下的是最狠的是 范廷说你可以从这跑出来对啊然后我就尝你跑出来你跑多少叫你死多少对不对那是没有好处的是从这地方搞出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呢呃作为一个面子来说呢好像暂时啊他可能还不肯走他所以还要尝不是华老师这个脑袋如果被按进去的时候就好像对我觉得一个千斤顶给压上来了对了 立马白棋就动弹不了了已经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棋呢总体来说这盘棋啊嗯我认为呢下到这个地方开始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大关子阶段是而且呢是因为战斗嗯能够特别掀起激烈战斗的地方嗯其实已经没了好像是哦是吗你不就不这么认为吗对关键就看 那待会儿哎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因为白棋毕竟那么厚对我应该不成问题了然后这个地方呢他先接牢一个啊对对对因为你就是你刚才的念头就别惦记了对了什么跑啊这个那个的对了互相都不要惦记了对别惦记了哎以下呢我们就是要看范廷玉呢怎么样子定型那会不会在上面补一手吧还是在中间这儿围一手呢哎 我们啊要不然是这样我们首先啊请我们听一下人工智能啊对现在的形式判断是什么哎他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体的判断呢嗯哎好好我们提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怎么判断当下形式好看一看大家好现在呢人工智能呢觉得现在下的这个局面呢只需要简单的 在右上角补一下然后把这补住把这现在会形成他觉得最强的最结果会白棋显然白棋这样下要使用一些非常手段了我们看人工智能的胜率黑棋已经达到了99%哇就是说现在黑棋优势很明显啊这99%是什么概念的你看那个以前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胜率如果达到 百分之七十几八十几都觉得特别特别了不起了可是后来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也有翻盘的时候啊呃98的时候翻盘了99一般没翻盘了99翻盘没听说过所以这个几乎是胜呃叫什么胜利宣言呃就是算吗人工智能怎么认为啊但是呢我们呢还要静观其变毕竟这是人在下人在下不是人工智能在下这要搞清楚对吧对呃现在呢我们呢 他说的在右上角呢补一个呢他也果然补一个了补了补了非常的厚实补了之后白棋呢因为在下没什么意思你要再接劳人家还压呢没错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虽然白棋厚白棋已经不担心你来吃我但是毕竟哎还是感觉不踏实对他一看呢呃范婷一看呢你既然不要空那么我还是要的我要你不要我要你不要我要没错 而且其实还有惦记呢我觉得对毕竟这块棋没有活那两只眼还没亮出来吧对啊范婷玉的棋呢呃刚才张许这次来了之后呢因为咱们是客人是对不对代表日本来的客人咱们对他介绍比较多嗯这也是大家情有可原吧是但是对范婷玉的介绍呢相对比较少了那我们得听听华老师介绍范婷呢呃上海人呃呃我刚才说过 他是获得世界冠军应试杯嗯只是差李昌浩一个多月对所以没破的记录他是属于非常年轻的是而且他在就是说两年两三年前的嗯这个比赛中呢连续是农兴新新拉面杯的三俗称三国内台赛嗯那么呃呃他呢呃经常获得七连胜我跟您说他们俩还真有一盘的缘分 就在您刚才说的这个三国内台赛上对他们俩就是说呃从来没交过手以前就在那个比赛上然后范婷玉是把张许赢了对嗯然后他现在断一下是这个断呢其实大家从电视画面上也能够关注到他们的表情嗯好刚才断了一个断了一个他就抱吃啊抱吃他就抱吃啊断然后他抱吃那这个是先手他就先手嗯所以刚才 他这个点也还是挺有价值的他是有实实在在的收益的是然后把它接上接上还惦记着待会儿要尝一个由于尝出来的味道将来收关子所以我刚才就说过了这个棋就盖住这是最好的对你待会儿再尝我就可以直接靠住你靠住你的气不可能够是是嗯呃其实这个棋还真难下现在黑棋也非常的厚嗯没错啊非常厚嗯而且是不是还得防着这地方 别让黑棋的潜力他要搬搬起来嗯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忍受被别人再搬完长是吧那是这搬完再长嗯你再接牢我再拐那那叫啊名副其实的二路地对那就搬住那就再长了这个一搬住呢更加厚了这个两个纸呢没负担了然后这个地方呢都长出肉来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刚才像黑棋贴了几下这个 这个作用对没错嗯那还得长啊哎现在他决定先从这个地方二路尝一尝啊这地方呢这个他就靠住应该也捞关子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嗯这个是应该是他的权利我们看看他们现在双方的用时是怎么回事啊哎对能看得清吗好像还没显出来啊还没显示出来啊对啊因为棋手呢在旁边有一个比赛桌 对啊牌子被挡住了他们两个的脑袋把那个呃计时牌都挡住了正好挡住对对对范婷玉一说您说人家挡住了你马上把脑袋抬起来您看哦范婷啊一个五次一个七次两个人吓得好快啊说明吓得飞快是特别是范婷玉还剩七次是就是说他一共只用过三次读秒我们是每一手期平常是三十秒是你用过一次之后呢你企图申请一次的时候呢 就给你一分钟是他就一共用过三分钟对哎一说几句读秒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读秒其实也是一种功夫啊这个以前我们知道的日本的超一流赵志勋老师对他每次读秒啊都读到最后一分钟的最后一刻才把妻子落下去他藏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搬了这个断打这个哎这个断打呢把张徐给 热急了热急了因为他不可能走这个呀走这个让你提掉还得了啊所以他单档单档要开始收你这个气了哎三档我二路一班是二路一班我看这个地方我看连人工智能你也别请教了嗯你就看结果就行了这一点咱们还看得清的对对不对连这个也问人工智能岂不被他耻笑吗这两个讲器人根本不会下围棋他还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讲坛上 那什么胡闹嘛对不对这样也不行其实这就是咱们什么业余业余二段都可以算得清的对啊这个也不行啊但是华老师啊然后呢他一般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走别的只有景气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维系术语中说的啊来自日语的一个词叫一本道对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当你走这个的时候他提掉你不会愤怒的还跑上去打结吧哎你打这个结是不行但是这个地方要告诉你啊有这个找 你看马上来了快速的收气对因为你打吃完了以后你两边不入气一打吃接牢嗯两边都放不进是哎这是很巧妙的一个特点这是很巧妙的那这么理解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转换形成转换嗯转换之后呢范婷语呢一看这个还是要搭住的不能让你飞出来太大太大搭出来嗯关键是这个里边呢如果现在你不走那黑旗只要搅上 嗯一粒对啊好白旗就不能吃它了好怎么办呢张旭一看还要打通啊因为你走这个固然得着脚了但是这个让人家打通是这个形状叫什么不够叫铲不能堵是这个形状被人家这样吃通是本来你是空啊嗯对不对你这里是破扎了嗯所以这个还是不干的必须要打我觉得而且这个体现张旭呢就是对局势的一种 啊他知道自己形式不好对所以一种拼的精神对嗯这个时候范婷语一看嗯这个里边呢这个味道是可以说是很差以后黑旗一粒黑旗一粒就根本叫你吃不掉是吃不掉吃不干净嗯嗯现在他先把这个打掉问你这个三个子还要还是不要得要吧好大呀这个对这个不要有点无情 因为这个要了以后你比如说上面将来点啊什么的还有先手啊没错嗯我就担心他有没有什么现在我估计这种地方给来一个现在我估计该该走走这个有没有可能啊来了哎哎是不是这招就是这招就这个因为大家看到这明显的瞄着你这个断吃两子啊这个旗一走之后可以说很明显的白旗的整块非常薄弱像这种地方就有点那个好像把你的那个筋给拿住 的感觉对了关键是白旗特别难补大家看这这这这俩被吃了也受不了吧没错那你这么补很显然被我先手便宜嗯如果你这样补的话呢遭到他一搬这这更难受了嗯啊你再搬我一打吃要伸进去了是所以张许下的非常的巧妙他先走这个靠一个靠一个你如果挡住我就加了哦如果再走这个那个打吃变成鲜熟 我眼形就出来所以也就是说明白了范婷玉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挡他必须要退退一个我就是瞄着这个断打对马上要把你两个子再抽筋剥皮收得了吗关键那不仅仅是哇我觉得您这抽筋剥皮这词有点太狠了有点狠是吧但是实际上情况但是特别形象一点一点嘛对对不对特别形象不仅占目还要把你的眼也要摧残掉这个 啊那以后这是不活的哈没错嗯这个一搭住的话形状非常棒是所以现在对于范婷玉来说呢啊优势是很明显的就是只要别出大毛病对可能范婷玉呢而且他的学期过程中他自己曾经回忆过人家有人问他他说你的学期你主要是喜欢哪个 骑手骑手的骑风嗯他非常明确的说我打过很多板田的谱哎呦板田的骑大家知道啊那是剃刀啊紧凑无比板田荣男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拿过冠军最多的人是呃1964年呢进入他的顶峰状态对不对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见啊板田先生啊 好像8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对那时候呢他头发就已经挺长的了对啊然后呢的确他穿着日本和服穿着木鸡嗯那时候在赛场特别喜欢那样嗯是吧嗯现在呢白的呢呃当一走这个的时候黑的往这个地方二路搬啊这是他的权利他的目标目标很明确你如果挡住他就要打你哦他先把你打一刀所以他没打他所以他不挡 他走的这个他走这个也是好奇他要吊你叫你补啊就是限制在这条线你补补我要贴出来了啊啊反正你要围我就把你限制了哎然后呢他先打一下看看你要还是不要怕你不要借牢团一个很实在那得提啊得提没得说然后呢他防你打结往这个地方二路打哦在吃这两克子之前先走这个对了他要你借牢 嗯我就补了补回来嗯你不接咱们就再另说了是现在看看张许呢是不是又要打结我就不知道了这么顽强吗哎那他得拼啊但这个这个打结对黑棋来说呃没有什么伤害啊哎他又不走了他又不走了挡住啊挡脚脚还是大呀那他会不会再打对这个地方你想想明显比他长明显大是果然打那下一步一题对白棋来说 又是一个考验没错这个地方打如果不接也够呃我觉得得接上八成要接上对这个不接被提了以后太难应了白棋对本身这个目数太亏是我们看他们两个的表情呢嗯嗯这个好像似乎还真的能看住点什么哎接牢了就觉得听了你的话了你的你的你的接牢的意见被人家传过去了采纳了采纳了采纳了嗯采纳了啊 啊啊提掉你你不走我就提提干净挨个提待会再我就打回去打回去是吧这个木就从这儿对一路捋过来了都是通的都是通的嗯是这个范婷玉下的非常的厚实对嗯非常厚这张徐微微的摇了摇头感觉嗯肯定是对局势不满啊哦这个大补上补回去了这刀其实很厚的非常的厚那么中间这个提完以后 就变得非常的厚了对厚它不怕呀这个纸它只要不死嗯你到底围多少啊它是有底的它不怕而且这块旗大家看到这儿一只铁眼那这儿一只铁眼底下还有一只眼所以也不担心它就开始爬过走铁控对对对这个大是对现在呢我们没有时间去数目花老师对来不及那咱们这个求助一下人工智能如何太对了我觉得特别对是吗 我们请人工智能来帮咱们判断一下形势啊因为刚才其实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嗯那现在有请黄一中他现在往二楼加一个我们介绍一下嗯大家好这个这个棋非常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说曾经一度胜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是呢就是在右上角呢现在我们看这地方范婷玉呢出现了一些失误一下一步棋啊他这个他这个 一步棋他应该这个之前这个黑棋这个就是二路搬这一手棋他应该在一路立一路立的时候呢黑棋这时候还有百分之九十七但是就是这手棋搬完以后呢黑后面被白棋打完一搬以后呢白棋一下升率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二了这一手棋就是说百分之三十二什么概率呢就是说现在非常紧张了现在然后呢他们现在呢下了很多手以后呢现在呢我看了一下 嗯最新的升率好像白棋就更接近了好像现在已经是达到了百分之接近百分之五十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形势呢张许呢追得非常猛现在非常的细微局势好哇我觉得刚才我只能佩服啊就张许对这个劣势时候的那种敏锐啊对这回我想起来了真的是咱们应该立的 一立的叫你走这个之后这个棋它走起来就没那么舒服了没错不能让它搬着一手棋干净对对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棋手说不定啊就有默契的因为今天中央电视台给咱们俩小时直播时间呢没错要是刚才九十九了您说这张许还吓什么呀不是很快就结束了吗对啊所以咱们今天过足起饮啊他这个接牢对他先度过他先加哎呀 加强的时候呢他就往上冲对这好大再加就再往上冲再往上冲他往一路先立掉立那只好接咯这个是不是安理是应该接但是现在目前还没下在他没有落子以前什么可能性都有是吧对各位旗友现在我们啊呃是跟实战完全进入同步状态是正常的情况下各位旗友各位观众30秒之内你们就会看到下一手是的哎他们现在的保留时间都 不用完了不用完了不用完他也舍不得用他也觉得没必要用那反正不用白不用嘛你对你多思考一会不是他他没用的是他不会想的哈哈哈哈他走了之后关注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他不接回去了是啊这空破掉的很多哎呦张许也是这走完之后他把这个纸他还要的接回来了那他还得要这个大呀花老师这个如果一旦 一旦被提掉的话待会一冲全部都全部都是空对啊所以白旗接也是对的嗯然后现在就来考验黑旗啊嗯现在的球在黑旗一边了是考验关子你这个空怎么围呢我不是刚才说过了吗这个纸子要不死你这个空很难围黑旗说我先把这一小巴掌给围上吧小巴掌围上啊你这个话说得好这个叫小巴掌我也学会了有时候我们形容一块空说你看你围在二路对 唯二路一颗一颗子才唯一木齐你看我一一手齐就一个巴掌哦呦真的啊对啊真的是好我们来看看啊当他走这个白旗我觉得这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关子的功夫对他二路搬啊搬这个二路搬是不是就算搬完不走都便宜了呀嗯这搬比那倒也不一定是吧对 反正有没有可能我虎一个然后如果您敢打上来我就跟您打结有可能白旗就二路虎就如果我形势不好我就拼有这可能性现在的旗呢你看这盘旗啊真的是创伤俱变是吧对啊空变来变去是哦我看到我们在我们面前呢其实还有一台机器嗯是展示人工智能的一些变化图嗯那我刚才看到 前面呢好像是说嗯白旗可以把这手旗给封住也是非常大的一部旗哦是吧这手旗这样封住啊没错啊啊是吗哎刚才经过这个之后刚才是百分之白旗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几了三十几那现在其实经过一个回合的变化呢就不太一样了白旗刚才还没走吧白旗现在点在这点哪了 消在这儿哦那其实现在白旗的胜率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呢白旗走哪儿有可能会把胜率提升对我们要不要再请人工智能要对好我们还是请黄义忠给我们再展示一下人工智能的想法对嗯大家好这期真是沧海变桑田现在是本来这时候呢下白旗打吃的时候呢现在应该是 五五开的局势可能是黑旗稍好这时候呢人工智能呢觉得呢这手旗呢应该黑旗应该在这地方补一个实在呢黑旗被白旗加进来以后呢白旗的胜率呢大幅上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目前白旗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又黑旗百分之九十多呢达到了白旗九十多现在呢就是说应该是白旗的明显优势现在他们又下了几手 看一下人工智能他是觉得这期白旗应该怎么怎么把这个好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坐过山车呀刚才是说黑旗的胜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了九十九不是九十几啊是九十九对结果呢后来这个地方黑旗出现了失误他没有手足控被他加进来首先这个地方先被吃了没力就已经白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对结果呢刚才这手 其实被人加进了没有鼓住被人加进了对瞬间就从黑旗百分之九十九到现在白旗百分之九十几的胜率对人工智能是不是忽悠我们逗我们玩啊华老师逗我们玩啊现在不管怎么我已经有点晕了被他整的这他这里来了一下之后呢他就贴住对要不然被冲了直接被冲是是出毛病的然后他就守住一边守其实还是在破坏没错待会还要 把这个尝出来是吧对了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打掉嗯打掉这当然非常大我刚才的想法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打以后华老师我就想着如果白旗结才有力白旗就会虎这个等你打出我就跟你打结把你打回去这是一种争胜负的方式对的那他现在把这个结提掉白旗一飞飞把这个守住是因为他现在在走这步棋要断是先手那这个眼位就没那么 充足了范琪走后下得非常稳当他直接加在这里啊对他这也是打拔完的后续手段嗯然后呢张许呢认为小了哎这个一个子你还来还来关键是以后他一封的话白旗在这会长出一个小巴掌对啦小巴掌他必须进来了现在 是现在这个确实这个断呢突然提起来了这个断呢他完全可以忍耐你就算断我的一路搬接还先手其实也没几目齐一搬接一走一二三四五六也就七目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目齐也就七目齐而已那盘上比七目齐大的显然显然有哎他搭住的时候呢他往前面长那你看 待会还会把这两颗子给救回来对有机会起码有机会救是啊这盘提下的很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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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牢接牢接牢之后白的需要补了是白的这招长不知道好不好真的不知道哎我觉得他如果斑呢有可能怕黑旗鼓过来了就是如果不长这个走这个的话他有可能怕他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哦也有可能对就像这种这一类齐吧 所以他一看呢破这个要紧啊是的就是破你的控比自己成控要紧要紧要紧他这么认为的嗯我们就把哎呦哇这旗下的张许的旗下的真是官职欲战欲啊功力深厚啊这个功力深厚第一那不让你斑不让你贴然后呢你这头斑呢断了哦断了你你已经进不来了哇 哇所以我觉得从这盘体当中呢真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张许特别有柔韧性他的这个对是吧对胜负的这个敏锐性也是极强对另外我觉得真的还说明一点很多时候的胜负啊看谁错到最后对你前面怎么好都没用后面不能犯错他挡住长你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精彩呃那么我们的 呃前辈太斗吴清源老师嗯曾经大概讲过这意思的话不见得是原话嗯就是下围棋啊就是双方连续犯错误看谁哎看谁犯的大看谁犯的碗没错就是抒棋的一方没错为什么晚了就抒棋了呢已经没棋盘了对已经都定型了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最后对 对一幕棋子都没有只是单棋的时候对人一打吃对您看不见要接被提了对这在世界大赛当中也是有的而且好像还出现过好几次对对然后范婷玉呢把这个地方挤一下哇双轿吃我觉得两个人的表情也在发生了一点变化嗯刚才我看到范婷玉的表情是很轻松的嗯但是现在身体已经开始往前微微的倾了前倾啊对嗯往前倾这个地方他是必须要 要走的对哦他把这个纸退回来这个是不是有个袜啊这个退回来嗯这里有袜吗本身袜它也是退也是退再走再走再走哦其实也没什么嗯没有特别明显的不是极先手是是哦就是稍微占点便宜现在是两个人显然是在 哎哎哎哎张许翻这是很自然的嗯明显很大嗯这个肯定不能让他在对肯定要挡住的嗯嗯不然有个家他就藏进去也厉害了藏进去也行对对对对对藏进去也行你的空没了是挡住是这许颖啊就是今天啊嗯刚刚的就是都是 你的话讲在前面当99的时候嗯你就说99也有逆转的是不是你讲的对不对大家有路向为正啊99也有逆转的现在还没逆转还没逆转对不对是不是咱们徐盈的名言啊99%人工智能数99不代表这其盈了不是有的时候我跟您说啊有时候这心情特别复杂您知道吗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棋手在这比赛啊对从心情上呢真的 就觉得哎就该中国棋手去赢得把这盘棋赢下来对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想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二十届对这个比赛的总成绩对是5比15对是吧没错就是日方真的输的都赢在前面了然后后来是景山玉泰对在这几年赢了一次对每一次呢我们每次一赢都觉得手心出汗的感觉 就老觉得特对不起人家那种对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希望是不是您赢一次吧对啊好歹也是中日友好对现在呢他挖着一个白棋当然只有退没什么好想的可不能随便打啊打了一戒老就坏了那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到如果一冲一走这个一打吃提掉 那这个阶都是先手他现在单冲单冲了单冲白棋也只好再退回去一模一样没有大的变化这都是黑棋的权力吧权力嗯棋盘现在是越变越小啊没错啊 刚才还有很多局面的时候但是呢大的战役都结束了早早就进入收关我们两点半开始的这个比赛是现在呢是战斗了一小时15分钟对呃会计比赛嘛其实一小时15分而且就在这之前结束对甚至有不到一个小时结束的情况也是多见的对好现在可不能接哦对一定要提提掉啊一定要提掉啊 然后黑棋接回来也是绝对的先手嗯两个人好像下的依然特别快我觉得现在都没有进入到啊就是保留的时间全部用完应该还没有吧嗯应该没有好接上了接上这是他们俩的他们俩的他们俩的这种基本功啊嗯可能觉得这种关子啊嗯30秒之内他足以就没什么可想他就完全能够判断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习惯问题嗯像有的骑手他明明知道这必须得走人家打吃你能不提吗对但是他一定要等到读秒读到对10秒2或30秒40秒50秒12345678读出9对他落上去了对了他习惯性这样的对了嗯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前比赛哈其实我现在时间很多对方已经进入读秒了对有的时候呢你就特别希望 对我吓得快一点我催促你你不读秒了吗没错你不是容易犯错误吗对其实某种医生说你也是那个被读秒的人没错一模一样对啊然后这样就有的时候你反而容易出错嗯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哦他把直接把这个吃掉这个吃掉大也大这个吃掉呢哎或者是不是吃一下不走了嗯会不会便宜不一定不清楚那不一定他吃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什么缘故呢 他再搬进来哎什么地方他接牢了就是他刚才走的时候白旗已经接起来了啊他打吃你将来他有搬挡的时候他又打吃了吃回去啊有这个手段白旗会打吃一个吧嗯白旗白旗打吃一个不知道了白旗已经便宜了这就很难说了 因为单从局部而言白的应该冲啊嗯你的木材小啊打吃打吃他就接上了他还有接牢的可能啊他就接上了然后注意下边还有一个栖木旗我们刚才说的右下这个被断吃了一子还有栖木旗而且还有一个黑旗也有眼味问题啊待会把这个子跑掉是吧不是你本身也没活动啊啊我们看看他们两个又把时间给挡住了对啊两个人现在已经身体越来越往旗吧 让起反正是你一想看表就看到他们脑袋是今天这个也是独特的啊两个人不幼儿童都穿的蓝色的衬衣对嗯但是呢范婷玉呢是有格子的哎范婷玉呢特别喜欢穿哎带格子的西服啊马甲呀我觉得他好像每一次都这样哎等会啊他把白白的打吃了特别有过去上海滩那个白旗公子的那个样子他就接牢了就接牢了 看了这个大呃要不然我们现在再问问哎呃这个人工智能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实在想看看对啊到底形势如何是吧我们非常想听听人工智能的意见呢好我们又得请黄义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大家好现在呢因为刚刚离刚才判断又进行了二三十步现在呢这二三十步里面局势是比较的平稳的一直现在是白旗 又达到了97%说明白旗最近一段是牢牢的把握了优势现在呢人工智能呢觉得白旗冲这个非常大这个然后回旗长大概会形成他觉得最双方最佳的下法是这样这样的话呢还是白旗的有明显优势谢谢好齐盘越变越小那这个优势呢就真的离胜利越来越近了现在来看呢 根据AI的不是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看法呢他就是这样他本身这个该接牢已经大了对他推荐的是往前贴这道其实也是正常想法他这样长出来了长出来这个长呢一个本身的目数大因为毕竟就算单纯算目数也是一二然后待会以后这个要接回去的话也翻目期呢他关键是没有贴他接上了那这个有几目呢看看六目标准的六目标准六目标准六目 然后他也不长了他直接在这里飞看看哦飞这个他是觉得这儿还有点木树是吧没错他觉得自己也有木啊哦这个常常很多举手是在关子的时候被别人翻盘当年李昌昊时代对啊这个是最最明显的啊这个一飞呢很明显他马上他要搬你了那黑旗是不是往前长就可以了他就走这个啊 加一个比你更直接待会往里走你得硬啊你不硬不行啊对嗯他直接加就捂一个就行了吧对是吧他就破你的空看看嗯现在双方他们把时间都留在后面来用了是的对下的是很有意思啊嗯这盘旗原来就是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 所以刚才白旗最早以前的拖断一下嗯哎呦这个最后拖断了之后被接着呢没走接着轮黑起下对下了之后结果这个脚还丢了你说围棋多巧妙是啊嗯嗯这个我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张许呢他还有一个特长嗯就是出死活题哦对其实我们职业骑手也好业余爱好者也好 大家要想长齐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得多做死活题嗯你会做可是很多人并不一定会出啊对了他不仅会出而且出多大的死活题呢嗯在四路的小棋盘上四路啊一二三四就四个格啊嗯四四十六嗯就在这么点格里面嗯出了无数道题哦而且很好玩的题都是有意思对四路小棋盘对大家听见啊四路小棋盘还能出死活题 对而且还各种绝妙的很有意思啊啊来我们看看啊当他现在他真的藏出来了哦就是说他对加不与理睬哎他呢决定先冲出来哦藏出来这个贴变成先手了他先冲你他啊冲的话会圆珠吗呃还有一个办法呢他就先加出来了之后再逼迫你把这个交换掉是吧走着步调 哦哦就是这是这是什么状况啊有没有可能这个啊这个有这是什么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哦就是我这样一段里边是逼迫有没有两个眼的问题我不知道啊突然在想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招这招棋呢哦因为你冲我走这个这是不入气的嘛他走什么了 呃呃天缘旁边长了一个哦哦就是把自己走后真有可能动手吧对了这里边是活的死的这个棋打吃那还是要结晒那还是要结晒张雪在场考不会动这种他如果这块棋死了的话那就很很很很很逗了啊因为这招棋呢 黑旗的打吃完全可以不下的 不下了他也吃不着 他还是冷静了 这个如果被提掉木树太可怕了 但是用你的说法把一块龙给吃了 不是 华老师 我真的想听听人工智能 看来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我没有这个想法 那就接上 接上之后 然后看看 接上之后 这个地方的关子开始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迫近 又挤 如果接上是不是有段 有点可能性 不见得吧 不见得行 你真的想打吃掉我 不见得行 如果走别的 不容易 他反正挤 我想也是正常的收关子 他好快 越来越快了 他们的基本功都很熟练 现在来了 这个尖来了 现在尖 对啊 有意思 他听见你的尖了 但是现在行不行了 我也不知道 是 不去 不知道行不行啊 这个看范婷玉到底怎么下 搬进去 搬进去了 不得了 这个棋 搬进去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了 如果黑白旗 要是旧中央的这个被黑旗搬进去的这颗紫的话 那就随便摆一个旧啊 那他是不是会这样打吃的话了 打吃 接上 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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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颗紫切割下来 那当然是 所以这个白旗不见得好 这个白亏了 是不是不见得好 然后呢 白旗下得非常正确 他把这个接了 很明显这个也打吃了 这头的断点都没了 那华老师现在黑旗吃这个的时候 白旗会不会 就看你的了 会不会把这个接上 果然就打吃了 我们马上就会揭晓谜底 到底是 做哪个 这个子如果要的话 白旗吃这个白旗肯定又亏了 对了 毫无疑问 这个如果接牢是不能考虑的 被他保持了 不能考虑 不能考虑 但是 看着张许 我们看到左边是张许 看他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样呢 范婷玉呢 是 现在范婷玉成了 光脚的了 是啊 反正已经到这了 是吧 对 没错 要不然我们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要不然 再听听 再听 听听人工智能的意见 现在当黑旗打吃的时候 现在变成什么状态了呢 好 我们请黄毅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的形势到底怎么样 好的 现在那个黑旗断吃的时候呢 白旗显然是像花老跟薰说的一样 不能接住 人工智能呢 就推荐这样打一个这样稳健的 把自己连连后 然后呢 这样正常收官 左上角那个团也非常大 正常收官的话呢 还是白旗优势 现在优势有多少呢 如果按它的90%多的胜利 我估计 盘面大概也黑且就好个三四木 可能是大 那天幕肯定贴不出来 天幕肯定是贴不出来 关键棋盘 我们说越变越小 现在能够数出木的就没几个地方 对了 是吧 对了 那可见呢就是刚才张许能够把这颗子淘了 把现在这个连上 对 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对 现在他能打吃 打打紧 是的 那张许呢 打吃你啊 教吃你啊 教吃你啊 打吃这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华老师 教吃 这如果我现在冲过来跟死活有关系吗 那他就反打嘛 会有关系吗 反打他提掉 然后这一贴是什么 又还别真走不出眼 对啊 这个有可能 对 会不会出问题啊 会不会 会不会出现奇迹 对啊 白棋他 白棋刚才我觉得一直在动脑筋 对 肯定这个什么 看看能不能杀黑棋 所以他想我们维系术语 叫打僵 就是通过打吃 他认为你一定要接 我们争取一次时间 对 但是这招棋是不是绝对先手呢 对 这招棋 你看真不一定 我看范廷玉现在这手势 就不打算硬了 你看来了 直接就提掉 直接来了 直接提掉 哦 不过这样的话 他白棋如果接上 你要再接 我再虎回来 又还原成刚才了 对 就不知道这样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会把这个 这儿没有 这儿没有先手啊 这儿一走一冲 哎 不对 有关系啊 不能让我冲通的 让我冲通了 我就要 哦 不对不对 我现在一接上 这儿加了还有个尾巴 吃这两个 所以 哦 他先冲 是好吃 哦 把你冲冲中 因为他在接牢 变先手了 哦 他接牢要吃你两个三个子了 哦 哦 哦 那如果冲这个打吃鸡上 哪怕白棋补回来 是不是白棋也认为还可以啊 好像是 对哦 没有太多变化 好像是这个意思 没有太多变化 他还是接牢了 这个接牢呢 是实木多呢 对对对 本身是实木再加上这一头的因素 对对对 实木棋 对 他现在棋通了 这个地方他不硬了 嗯 是 那现在白棋 那么你也要 白棋这个斑 有没有先手啊 如果先手会不把这两个就吃下来 等于已经吃住了 啊 好像是哦 是不是啊 他决定走得很稳当 他就接牢 啊 把它接上 啊 他不接牢呢 问题 他这里有一个家族 是是是 把你这个一起吃掉了 啊 非常大 是 这个街上很大 嗯 街上很大 嗯 很大 嗯 他关键还瞄着黑棋 你自己这个棋没有 没有活干净啊 嗯 是吧 华老师 黑棋好像 自己有点不踏实 眼味稍微 也还有点小问题啊 嗯 好像是 自己的眼味还有问题啊 你看这时候范婷玉 会不会用掉时间了呢 嗯 这个是左边是张学 右边是范婷玉 其实呢 两位棋手到现在这个阶段 嗯 我猜他们对形势呢 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他自己的脑子是清晰的 非常清楚 嗯 嗯 啊 他现在学说如果底下做活的话 对 白棋就把中间两颗子 30 吃掉 对 是这意思吧 啊 他吃掉 他有最早好吃 当你搬的时候 他主动断了一个 那中间又多了木了 多了木呢 你后手了 哦 来我们看看啊 对 黑棋 我们现在来看啊 黑棋 黑棋呢 现在轮到 就是说自身的眼味啊 现在有一点不清楚 是的 两位棋手很有意思 对 一个呢 是第一次 嗯 参加这个中日两阁的阿含童山杯的冠军对抗 嗯 一个呢 是参加了四次 嗯 从来没赢过之前 今天看能不能开张的问题 没错 很重要 哎 好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黑棋啊 真的是好像 哦 他补活了 他就在这里补活 哦 直接补活 是的 他也不敢跳进来 哎 哎华老师如果就这么 哎 靠进来吗 本身打击火呀 哦 大家看到 就是在右下角这地方啊 冲了你要度过呀 很多棋友都在惦记说 哎 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把黑棋 整个大龙给杀死啊 对 这个机会是有 但是你在杀 黑棋的同时 其实也在给黑棋 翻盘的机会 哎 你拐了一个 啊 徐晋你看看啊 所以白棋就让他把两只眼 做出来就算了 你是两只眼吗 啊 您还要惦记啊 我 我去只要是松的话 我要贴在这里 哦 你还是不活 哎呦 你看我们把这看成了两只眼 这就是 所以99%就可能出错啊 然后他再搬这个 比如说如果我是那黑棋 我99% 我认为这块就已经活定了 结果白棋特别厚 突然亮一杀手 突然黑棋突破了 还这么一般呢 嗯 我觉得啊 嗯 这个地方这么一走啊 我觉得 基本上战斗快没了 因为 首先呢 黑棋对白棋的威胁没有了 没错 第二黑棋可以掌控的地方 地方也没了 没了 白的要掌控的地方呢 也没有了 也没了 接下来可能双方就是 也就这个地方大了吧 对了 没有了 嗯 这地方就看黑棋 现在是普通的街上呢 还是真的去断一个 好像要街上 但是 华老师 如果黑棋街上的话 对 我觉得白棋 是不是就把这个棋 走走后 真的要吃你 走走后的话 待会儿不是下一步 还是说您的意思 就直接动手了 就是先走 就先走走也可以 我看我们走这一两步之后 再来请人工智能 最后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然后后边呢 我们就是 他就直接接牢 我们再来看白棋 看下一手 白棋的下一手 看一个回合 那么基本上 棋啊 不会再有变化了 就是张许 如果他认为 这棋他已经 完全没问题了 他就把那个子吃掉 让黑棋去做活 对了 然后正常收官 对了 好像挤住也不错 挤住了 您一说 他马上落子 他听见了 听见了 对 我就觉得这个挤在这里很好 挤比比那个其他的好 都又吃干净了 同时这个地方 你看你都动不了了 是 这个几个子 一紧气 主要要防止它僵 别的东西是不要防的 是 现在我有了这个挤 你怎么可能有僵呢 没错 没错 对吧 他一直好像 要不然现在我们问一下 人工智能的判断 做一个最后的判断 做一个最后的判断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听听 人工智能怎么说 这样呢 大家对这盘棋 最后的输赢 对 反正就清楚了 有谱了 有谱了 好 有请黄一中 好 大家好 这个人工智能呢 目前的胜率呢 还是96%左右 但是我数了一下目 我觉得这个棋好像 也不像它胜率这么夸张 我觉得可能 好的也就 黑气控也挺多 我觉得也有 可能也就输个一两目 可能最后 所以这个棋 当然从人工智能的角度 因为它来 它是不会出错的 所以 它觉得胜率这么高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悬念的 好 谢谢 人类棋手 当然有可能犯错了 如果打枝没干净 那不就出事了吗 它呢 往这里一冲 冲 我说着说着 要收关了呢 它就不收关了 不来了 它往前走 走你的 走你这一招 然后黑的呢 就紧去 黑气说 你有本你来吃 到底吃不吃 真吃了 真吃了 别什么了 咱们就 不是 霍老师 首先呢 你要破打吃了 才能够加注 如果大家看到 如果这个打吃 是仙手的话 就是中间打吃 白气那颗子 如果是仙手的话 那么底下黑气是 打吃这个仙手 然后呢 你看到我这种 结实仙手 你要想吃 我得来破这个眼吧 那大家看到 这一小尖 其实还是您刚才说的 得加在这个位置 等于是加 对 那这样就看到 白气是不敢吃它的 关键就是 对 这手打吃 是不是仙手 对 是不是仙手 比如说如果这种状况 你打吃的时候 我不理你 我就跑回去 很显然 你现在走这个 对 我打吃 你接回去 那我补活就行了 不对 这头 不能补那 这头它还连着呢 等一下 这个地方也不能大意 也不能大意 不能大意 看看这个旗 不复杂 它是活齿 对呀 所以这一跳回来 它一跳 你一冲断 它这一次 对呀 所以也不可以 随便乱动杀星 它不死 一个小环节没看到 就可能出大事 对 你以为它是死的 它可不死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呦 精彩了 来来来来 什么意思 担心 不行 我已经看晕了 我没晕 白的 就是说呢 它呢 白气刚才是 对 刚才它是打吃 打在这里 黑气 不是刚才这样的吗 它没有来吃 没冲 它走在这 它走在这 走在这里打 然后黑气一看呢 我有这个挤的机会 我要把这个 给楞给提掉 那白气就提它 白的当然要提 然后黑气 这时候得赶紧做活 黑的自己做活了 然后呢 白的又提通 那这个转换怎么样 形成这么一个 稍微有点奇怪的转换 因为如果刚才 黄毅忠跟大家介绍 就是尽管白气 有96%的胜率 但是呢 从木树上看呢 其实也就好个 一两目 差一两目 两三目 那如果这个地方 判断一下 对 有没有可能 就会导致 出入一两目呢 对 然后黑的 在上边挤 这个黑气很大 这时候 这时候如果你白气 胆敢打上去 黑气 我觉得会毫不犹豫 做结吧 对 基本上 就是结材够不够 也得打 也得跟他拼了 也得跟他拼是吧 因为他好像 结材应该是黑的 可能还有力一点 因为这个毕竟 如果被提掉 上面那个尾巴太大了 所以白气 接上 他接牢了 白气忍了 这盘机真的是 以为可以很早地结束的 对 现在已经下了 有一小时 将近四十分钟了 对 以下几手大的呢 中间踢进去 是大约五目样子 这个右边 这手棋大概是五目 那上面 就是黑气做好准备 就是上面那个打吃 然后 这个中原这一带呢 你要吃我一个子呢 我就飞一飞 他觉得呢 几乎是 没什么意思 必得其一 对对对 无所谓 没什么意思 那上面打吃还是大吧 华老师 对 就这个打吃 打吃了就算你打劫 我就算一路接牢 我再提过来 你总是厉害的 对 那也有一二三四目起 对啊 是吧 四目多 对啊 是啊 所以这个打吃 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观子 他把这个接牢 是先手 对 这个他得把两颗子提掉 不然吃个接不归 提掉 范婷玉 看范婷玉跟张许两个人的观子呢 都是一级棒 一级棒 突然张许做出特别痛苦的表情 真打劫 这是为什么呢 还打劫 嗯 有意思 我刚才看他实际地 葫芦着自己的这个脑袋 然后那个表情明显的是 很懊悔的 很懊悔的一个样子 在哪啊 对哪儿 对哪儿又不太满意了 但是 不太清楚啊 就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还要打劫 好的 这是一种 争胜负的方式 显然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 欲结先提 嗯 黑棋 接牢 是吻书 对 范婷玉看清了 对 所以要打结 结材 在这儿 啊 这个是你的先手 提 然后提 那白棋的结材 像这个冲啊 这些肯定都是结 对 嗯 现在他 看他的结材 还在哪里 结材 真的冲了 冲这个 哎 冲这个 黑棋接上 对 接上是必须的 白棋提 对 白棋提 那黑棋 那个铺是不是结啊 嗯 就不知道了 其实他 哦 这个打吃 打吃 接牢 这个肯定要结的 这个一走 看着 好像他的结材 也开始 很枯竭了 不觉得吗 也不是那么的 嗯 白棋 棋结 你看白棋 这个结 提的多慢 按道理 打完结 不是马上又可以提吗 黑的结在哪呢 呃 右上角 铺那五颗子 哦 铺这个了 噢 铺在这 铺这个 这个恐怕呢 白棋不能提 因为提了之后 待会别人还可以提 所以应该直接把一路的那颗子提掉 对 他这个铺很凶 张许看起来没有看到这个铺 这个铺完之后呢 他好像没有明显的结材 所以提掉 就听了你的说法了 提掉了一路 提掉 那黑棋也提结 这个时候白棋的结在 哪呢 结 这铺一个也是结吧 左边的二路铺一个 对 那好像是一个结 但是这有可能亏了 华老师 但是这个结 铺的话黑棋接上 稍微损一点点 对 黑棋是不是提 它是要接的 对对对 因为将来你这个眼呢 有可能要接回去 没错 所以呢 像刚才我说的 左边的这种铺结 你以为是个结 然后铺上去 有可能损了 那到最后 如果是半目胜负的话 对了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现在是铺在这 果然还是铺上去了 它不铺 关键没有结 那就是说 现在 待会儿黑棋在右边铺 白棋五颗子的时候 白棋是不打算里头了 好像是 那五颗子有九目十目棋吧 对 八九十目 十目棋 这个是接了了 接上来 对对 所以就这个接呢 是有可能稍微损一点的 跟各位棋友介绍一下 就是说职业棋手 尤其在打结的时候 找结财 叫什么呢 结还没打赢 找结财先损了 那么这种行为呢 在我们的围棋字典上 是没有这个词条的 是 听明白了吗 没有词条什么意思啊 这个问题是我们是不讨论的 没有这么下的 这不叫围棋 是 这叫没有这个词条 是 所以先打笋结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是不考虑的 是 但是呢 兔子急了 他也咬人 也咬人啊 对不对 他也有嘴巴 是 哦 他找这个结 嗯 现在他找这个结 他说你理不理 很凶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词被他 我很怀疑刚才 人工智能所说的胜率 对 这个张许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对 您看他不停地捂着脸 对 一会儿一副 一只手捂脸 一会儿两只手捂着脑袋 对 是吧 其实张许不属于那种 就是下棋的时候动作特别多的棋手 他还是挡住了 哦 还是大 挡住了 嗯 挡住之后 黑棋再一提 好像一式真没结了 那黑棋提了 白棋手什么呢 接了啊 你还可以接啊 我现在对于他们的 你怎么老不肯一路接呢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还是得忍回去 能屈能生大丈夫啊 对不对 关键不这样没办法呀 对 关键没有任何一个劫财的时候 对 你还能够顽强什么 就这个 好像是要接了 这个没办法 接上吧 那输赢反正就是他了 对了 真的接上了 接上了 对 对接上了 您看 看到没有 他又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 对 他他肯定在说啊 这个你也真够顽强的 对啊 不 这个这个 很多人呢 特别喜欢 这个看对方的表情 来判断形势的好坏 只有从李昌浩的脸上是看不到的 对他喜怒不形欲射 是 但是现在看他们两个啊 好像范婷玉呢 特别冷静 接牢了 啊 他认为 胜利宣言吗 不知道 这这赶紧问 不是 所以我们刚才说最后一次求助人工智能 那是假的 嗯 我们是吧 也有1%的概率 到最后最后还要求助一次人工智能 那我们现在还要请黄毅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对 嗯 好的 现在呢 人工智能呢 觉得这个白旗间一个是最佳的结果 如果照这个变化图 黑旗接住 这样提过来下的话呢 还是白旗有98%的胜率 但是呢 他这个98%呢 我数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黑旗 白旗呢 最多也就 以人类的角度来说 其实还是挺细的 我感觉上最多也就最多赢两目半 也也许赢一目半半目都有可能 因为我一下这个 对 这肯定是在两目之内 我觉得这棋 反正这个 但是人工智能还是绝对有98% 就是这样 好 哎呀 刚才我们听黄毅忠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嗯 大家看到了就是 他认为呢 这时候白旗一定要抢这部棋 对 啊 抢完这部 如果黑旗接上 白旗再提 嗯 这样的话还是有98%的一个胜率 对 但是实战的张许是直接提这个 然后被黑旗抢到这个 对 那会不会胜率又有所变化 他搭住 啊 这是 那他这样的话会不会接回去呢 嗯 对啊 当然这个接就变大了 所以你看这个不到最后关头啊 对 都不敢随便说啊 嗯 这个棋呢 主要是因为 太有意思了 有好些个因素 嗯 那这里有一个节 嗯 你的控不容易属清 嗯 这里也有一个节 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棋 还按含着 对啊 他就决定先接牢了 我突然想啊 我们今天本来直播两小时的时间 是非常充裕的 从会计的角度来说 没错 我现在都有点担心了 对 我们比赛能不能在直播时间之内出结果呀 不知道 因为待会会有很多的打结出现 对啊 马上又打结 结果两个人又拼命提 对啊 他继续往里冲 这个往里冲呢 就黑棋又面临考验了 你要是接牢 他很可能一路还要冲你 那他会不会挡这个 挡他要挤你 挤就接上 对大概很有可能 然后 他还真的团住了 团在上面 团在上面呢 他肯定底下爬呀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就变得很大了 因为爬进去将来你是要补回去一手机的 他还要这里补 对 所以这个爬就变得很大 那实战他爬了吗 对 这个时候 看一下 爬了 爬了 像这种地方对于职业骑手来说都是不难的地方 对 也是姓名交官的地方 是的 这个地方叫你啊 让我骑了 就叫你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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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白棋刚才是在这个地方 打这个结和黑棋接交换的是略损 那这个地方呢 黑棋搬 然后让白棋提了 黑棋也略损 但是你为了让我这周棋必须补 当我打了接牢的时候 你必须要断 才能够确保我 对 然后呢 这个又不见得了 以后这个地方又差了一点目数是吧 没错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打掉 这我们快解决你的担心 对 然后呢 这一招其实明显大 明显大 因为这个再打了接牢 注意哦 我天元上挤进来 算了 那白棋还是接上吧 我把你这个盐也要灭掉 白棋还是接上 那我这个接牢总舒服的 就便宜了 没错 然后我这头提 我能够提在手上 对对对 这个节能够先手提在手上很爽 对对对 很有可能这盘棋真的最后就是办不起的手术 他挡在这儿 他没有走这个 他没有走这个 没走这个 他没走这个 哦 这个 这个也就是 这首棋实际上是已经只有先手一幕了 对呀 说明没有什么幕了 那 先把你这个棋掉 这棋我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就是这种棋啊 照黄宇宗教练说的 这种地方是 只有一幕两幕胜负的时候 这个节都有直接关系 是 这个棋没什么 这个棋基本上应该还是接上吧 白的 从道理上来说是应该接 这个因为这个棋太大了 没错 现在 我觉得今天这盘棋真的很精彩 让我们能够 看到特别从大棋子 一直到小棋子 一直到很多小的 包括打结的那些变化 已经最小的棋子已经快没了 对 然后这个一走的时候呢 其实也就是到了 往这个地方先手冲的味道了 没错 没错 这个白的也应该来说是要接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的 他皮还没有接啊 还没还没接 他还在数控呢 张许还在数控 张许笑得非常紧张啊 看揉眼睛了 眼睛花了 看不清了 他接牢了 接牢 接牢 接牢之后呢 那中间就刚才这个地方 显然就应该走这个 走这个因为我还要接你呢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走完之后 先把这个提掉 好心 哦对 我要走两幕 你要一走这个 他走这个 嗯 一样的 那就 这只眼得做起来呀 对 要么就把底下这颗子接上 您刚才说提的这个 我接上吧 还是 什么 哦 这个时候还是这个大 这个是先手 哦 他不冲在这儿是好气 他冲在这儿比我好 他要冲在这个地方你受不了 就先手一幕起嘛 对了 所以他只有挡住 嗯 再把中间的这个子提掉 对 这些都是他的权利 对 打吃 打吃 接上 然后黑漆接 白漆断 上面还要留着一个 对 半木起 他打吃 打吃这个两个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想 总是接牢的 这个饭天运的肯定要准备接杖的 因为打了之后不会让他再冲 接上 打了接牢 接上 把中间也接上 对对 这个接上呢 本身是 只要通通一连上 就少补一幕起 中间天圆旁边一挤呢 又挤掉你一幕 反正这个都是一幕起 那白漆把右边的 您说的那颗子接上也一样吧 好像是的 就是提掉的那颗 比较规矩 对对对 这个是 接上一样的 对 这个挤掉 现在只剩一幕起的关子了 现在呢 那他就断中间这个 这是有一幕起 那这个也有一幕起 这个将来黑漆要补回去 对了 然后呢 那个结 那个结呢 是两个结在黑漆手里边 黑漆需要先接一个 是 白漆断掉了 断 黑漆接一个 然后那个结 谁能打赢呢 谁能打赢 现在我觉得我们问 人工智能 再一次求助人工智能 是吧 这样的话 他点得最快 而且我觉得这个盘 其实在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前 对 真的了解到 对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对了 那我们还是要请黄奕征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好的 如果我们按照人工智能的 他一直的正确的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形式判断了 可能最后可能是白旗要赢半目 可能是 哦 真的是半目胜负 真的半目 可能白旗赢半目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是白旗赢半目的 正常 哇 所以刚刚这个人工智能给出 白旗百分之九十几的胜率啊 好像你就会觉得优势是不是很大很大 差距很大 其实也不过才半目 而且这个当中是你不能犯错误 你不可以犯错误啊 没错 是的 幸好他们到后来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这这打结吧 打结我觉得摆不摆都差不多 看谁结赢就行了 反正现在大家看到 就一目棋的棺子已经没有了 对了 完全就是黑棋板就解决这个结 而且这个单结呢只有一个 没错 这个结我们最后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提来提去啊 包括摆来摆去反而看不清 因为他们现在下得很快 因为他们现在下得很快 他每一步下在哪呢 我们要看电视监视器不一定看得那么仔细 直接告诉你们这个结最后是谁赢的 我觉得这是最最简洁明了的 没错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因为现在没有技术性问题了 对了 那我们就来关注啊 对 这个他们 镜头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步进程 对 这个结到底是谁打赢 对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反正都是个打结吧 现在黑漆梯结白漆还有结吗 白漆左上角有结扑啊 就是往二路扑有两个结呢 对对对 左边就打吃就行了 按照结左下角的打吃什么都是结 没错 起码白的有三个结 对 扑 刚才扑这个是结 扑这个是结 这个地方已经打吃了 后来他们 打这个也是结 扑这个也是结 似乎白的应该单结应该打赢 那就白漆半目胜的概率显然要高 你看右下角它还有扑呢 白漆 对右下角 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后来紧上气以后 对 这也有一个扑 对 黑漆左上角右上角当然也有一个扑 骑掉了 它赢半目应该影响胜负 看看 他点头来 那个黄毅忠 就是这个单片结还是影响胜负是吗 单片结如果白漆能打赢他不打 我们最后还是要求助黄毅忠的人工智能 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样的话他快 对对对 好的 现在应该说是这个单片结呢 应该是决定胜负的 但是从这个结材人工智能给的结材来看呢 应该是白旗的结材要多 现在那就是说白旗如果打赢这个单片结呢 白旗将要赢半目 谢谢 哦 百分之九十九现在胜率是 哦 99.9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看清了 白旗的这个结材确实是多的 对 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家谁都能看清楚 我打吃你总能看得见 好的 现在告诉大家 白旗单结打胜 沾上了 哦 那么按照黄毅忠老师传达的人工智能的意见 白旗半目胜 是 而且就胜在这个单片结上 对了 就赢在这个单片结 对啊 所以以后啊 我们看这个什么胜率的时候 大家千万别往心里去 对 说一盼胜率我都99%的输了 那算了我不下了 别 一直坚持 还要弯强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是吧 还要弯强 对 是的 哎呀 今天让我们看到一盘完整的围棋 是如何下完的 对 而且到最后一手棋 对 对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要进入熟子 对 就要进入熟子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裁判在旁边 是如何进行这个熟子的 对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么现在呢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呢 只有整整两个小时 确实多一分钟都不行 那么裁判呢 正在暑期 而人工智能呢 也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 就是白旗呢 一定会以伴幕 对 获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对 那也就是说 第21届阿含同山杯 终日维棋冠军对抗赛呢 最终就是日本的张许 直白旗伴幕 战胜中国的范婷玉 对 用我的说法呢 第一届 对 那么各位旗友啊 我们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到了 我想在最后 让我们再一次 向中国国际好联论会 阿含同山杯 阿含曾我们的中央电视台 表示感谢 我们也特别感谢 今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